因为确实本来实力就比较接近 对 没错 而且实力接近的同时呢 我们就看两个柜子谁处理细节处理的好 之前的片刻宁静 比赛开始 是 我们现在高位测量漂亮 罗许东轻松的空鞋进来 即使这下没吹犯规 那么我也是 转换来了 好球第一下没晃起来 再来第二下 前跑 漂亮 还是靠三人街这个点去吸引防守 给队友创造空切的机会 你选择这种启动的时间合适 或者你有一个摆脱的这么一个假的动作 高度上 广州队确实高度不够 无论是内线张凯陈子杰 还有这个 这个李母豪三个人认一两个处合 埃斯莱斯自己扔了 这个够了 钥子就是这一下 平均 他都不直接补扣啊 落针地了 好机会 平均三分出手 漂亮 几位 强位 这个还是比较不错 关键是神子杰跟李母豪也没比他撞哪去 跟剑漂亮 快攻来了 李母豪又一个双手抱扣 又是广州队方规签到五次 李母豪漂亮一步上篮啊 把握机会能力怎么样 卡尔夫格 直接突 自己也失误 转头变成深圳反击 上球很快 顾全躲开防守 两分大进 这是换联防了 埃斯 能力强啊 好 嗯 桑尼 找到福格 三分的机会 你不能给福格一点出手的空间啊 一旦给的机会 你再继续 给萨林杰拉空一侧 太胖了 身高体重 而且萨林杰严格意义上呢 是大浅 桑尼呢 更是偏更需得站出来承担责任 不光是防守责任 得分责任 命中率开始下降 看广路队能不能把握住机会 建立一下领先优势 桑尼过了漂亮 欧洲步 但是最后上篮这一下没打进 桑尼今天体能应该是不会有问题 第二节歇了7分多钟 这是汉斯布鲁抢篮板 肘部下落的时候 直接砸在陈子杰脸上 桑尼表现还是很稳定 亚洲外援这个位置上 面对国内球员经常是一个大错位 陈子杰 出到山群水尽了 15 红棒 好球 直接快攻拿分 没错位 前景失去防守位置了 小哥脚下要是没动的话 我看一压尖 你脚下如果没移动的话就来不及的 这球其实打得点毒 护权那敌架有个好机会 哥自己扔了 漂亮 真能进 分力 你看这个球 他头 又一向篮板 还不中篮板球 网络的真是众志成成啊 三打一 郭凯漂亮 今天郭凯上来啊 也算是扮演骑兵的角色了 机会 还给福哥往里突 突分 鬼卓调整一下 三分出手 漂亮 今天鬼卓在底角命中的第二第三分 能够在职业联赛的季后赛当中 有着关键时刻的表现 真的是应该替他们高兴 阿尔吴格啊 话音未落 又一记三分 冰来降挡 水来吐烟 挡不住也得挡 三连杰往里推 让你把球切掉 但是球还在三连杰手里 这球没打进 有篮板 李慕豪 关键时刻啊 内线的升高优势体现出来了 29秒钟啊 广东队请求暂停 他们接下来这个回合必须要打进了 掩护两个人加 后撤拉开空间 面对合中缅 突进来给底角 呼噜帽三分出手 不中 篮板球 圣队直接长甩 快攻 两分打进 哇 这样的话比赛结束了 这样的话 广东队没有机会了 呃 无论这个三分投进与否 呃 已经不够了 116比112 广东圈队在主场功会一会 最后一截啊 领先7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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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